晒秋也是各地秋芒当中一项很重要的农事活动 广西田林县的老乡们晒起了笋干 而福建龙岩正是晒饰饼的好时节 咱们一起去看看 这几天 田林县多个村庄的村头村尾都飘散着浓浓的笋香 经过几个月的自然发酵 扁平泛白的八度笋被村民从笋仓中取了出来 在阳光下自然亮晒 家家户户的门庭前后都铺上了一片金黄色 田林八度笋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单单笋干一项 每年就能给一户人家带来上万元的收入 我们家中有48米 全部用来做那个笋干 那个收入大概有11万左右 据了解 田林县今年笋干产量 预计将达到5200吨 产值超2.1亿元 福建龙岩永定区是我国华东地区最大的柿子生产基地 在南中村 金黄的柿子在一排排竹架上整齐地摆放着 果农们说 每年10到12月他们都会晾晒柿饼 首先对新鲜柿子进行悬果 去地 削皮 然后摆晒在阳光下自然风干 晾晒半个月后 这些传统工艺制作的柿饼就会被送往加工厂包装 通过订单预定的方式消往全国各地 每斤柿饼要4斤才可以晒到1斤 到目前为止 我的预订单已经达到1万多斤 每年大概新鲜柿需要10万斤左右 据了解 今年当地柿子的种植规模达到8.6万亩 产量6万多吨 经营农户2万多户